你知道西班牙有一个可以让你被花朵和翠绿包围的梦幻天地吗? 西班牙南部的哥多华古城中就有许多的中庭花园 有着令人着迷的绝美秘境哦! 我们漫步在哥多华的古城区时 有没有想过这里的房子都紧密相连 这样房子通风吗? 房子会不会因为晒不到太阳而显得阴暗潮湿 其实每间看似平凡的房子里都隐藏着一个神秘的中庭花园哦! 在罗马人统治的时代 这里的房子内部就设有一个露天中庭 直到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沿用了这些住宅 家家户户的中庭都会挖一口井 并在庭院种植一些植物 为庭园增添生机 19世纪时 许多来自附近农村的穷苦人家 来到哥多华这个大城市打拼谋生 每间房子里都住了好几户人家 因为房间狭小却要容纳许多人 因此房子中心的露天庭园 成了大家每日生活的中心哦! 四周有共用的厕所和厨房 几户人家就在小院子里一起打水 一起洗衣做饭 像是个小型的大杂院 哥多华的露天庭园 是什么时候开始挂起盆栽的呢? 传说一间中庭的一面墙的油漆掉了一块 怎么补也补不好 为了遮宠 便挂了一盆花在墙上遮挡 庭院里其他的居民见到后觉得很美 也纷纷效仿在墙上挂上开满鲜花的美丽盆栽 这样一来还解决了大家想要花园 却因为院子不够大而无法种花的困扰 居民们还公平地分配墙面 给美护人家来种植花卫 有了这些美丽的花朵 家变得更漂亮 气味更加芬芳 为大家忙碌而贫困的生活 增添了许多色彩 那个年代的庭院里时刻都有人在 不怕有小偷进入 家家户户的大门大都是敞开的 邻居们常常走街串巷 所有的事情都能很快地传播开来 在中庭的墙面挂花的美丽情景 在邻居们的真相效仿下 这种歌多华特有的直立式花园 就这样遍布在歌多华的古城区的庭院中 每年5月的前两周 歌多华都会举办庭院嘉年华 许多参赛的家庭会开放他们的中庭花园 供大家观赏 这个节庆在201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宣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024年的庭院嘉年华将在5月2日到5月12日举行 总共有50几户人家参赛 免费开放参观 这两周每户参赛家庭的门前都会排挤长长的人龙 等待入内参观 如果想要避开人潮 你可以在San Basilio 这条看似平凡的街道上找到几处平时也会开放共人参观的得奖庭院 入园参观的费用大约在1到5欧元左右 感兴趣的话可以选择两三个庭院进去参观哦 今天导游Elena带我们参观两处得奖的庭院 在门口她再三的交代不能触摸花朵 背包要放在身前以免不小心碰坏了居民的花朵 记得曾经听过一句话 世界上最美的东西最需要费心的呵护与照顾 这些盆栽里的花朵都是屋主用心栽种精心呵护才能开得如此美丽 当我们入内心赏时要注意千万不要伸手触摸花朵 也不要让自己的随身物品因为不注意而不小心碰坏了屋主精心培植的花卉哦 在西班牙南部传统的老建筑一进门都会有个门廊 穿过这道门廊映入眼帘的就是种满花的露天中庭花园 这种花是女王的耳环 这种花叫虾子 想像不像一只只挂在花杆上的虾子啊 在哥多华我们看到的花盆大多是陶土的原色和蓝色的 庭院的角落设置了古老的厨房 陈列着早期人们使用的传统烹饪用具 别少看这个厨房 早期可是可以同时容纳四位女性在里面煮饭呢 庭院上方的绳索是遮阳棚的轨道 太阳太大时可以拉开来遮挡阳光 这样这些娇嫩的花朵才不会被晒伤 传统的中庭的地板是由一颗颗的蚵卵石所铺设而成的 古葡的木制楼梯扶手 水井上的铁架爬满来花坛 等到花开 整个庭院就会弥漫着花香 然后有一个艺术的艺术 然后有一个艺术的艺术 从不过来的 可以参加写作者、画家或画家 旁边还有早期妇女们洗衣服的水池 还有搓衣板 这是当时每个庭院的基本配备 许多的细节让这个露天庭院更具风味 好,小姐们,我们去外出 因为有一个小组要进去 好,我们去吧 好,我们现在去 我的朋友Teresa 她很棒,还有Teresa 接下来我们来到另外一间获奖的庭园 她的特别之处就是 拥有一棵独一无二的柠檬树 我们在前面 屋主把柠檬树硬生生种成像爬藤植物一般 乖乖的平贴在墙面上往上涨 刚好覆盖住墙面来阻挡夏季的烈日椒盐 这样夏季屋内才不会太热 看到这么特别的种植技术 我心中已经默默地把奖颁给它了 柠檬树的树根的位置就是以前水井的位置 庭院的四周也挂了许多古代的遗迹 有古罗马石的喷圈 石柱还有马赛克图腾 屋主Teresa解释了 在老城区内还有很多露天庭园 但是只有有人居住的住家 才能参加庭院嘉年华的竞赛 商店和餐厅是不能参加比赛的哦 今年的庭院嘉年华快要到了 对她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 每年都料了一份 立岁厕很少 相當一份 只有50公斤 8公斤 4公斤 現在是鞋子 很正確 這時他拿出頂端裝有一個鋁關的成竹竿 在泉水裡撈了一些水 交換在高處的瓶栽裡 這就是當地常見的傳統椒花方式 這是最初的餐廳 這是唐廉堡 這是唐廉堡 你們都要學會他們 有時候的評價 在3,000 難道 在2,000 只要4,000 只要300 年 在3,000 只要400 還是100 只要400 只要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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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400 只要100 在當時我們不來的 我們以前有誕生 我們來相適的女兒在這裡 跟他們放在其它們 我們要做得很好 沒有 No,我不是不能了 沒有,不是否作為一個 只要是因為傳統 导游Elena带我们参观的这两座庭院 你们喜欢吗 哥多华政府还在城市的三处 设置了很可爱的盆栽和照护者雕像 三处都非常适合让游客拍照 这是一对祖孙正在合力将盆栽挂上墙的雕塑 哥多华炎日的夏日午后 两人都穿着舒适凉爽的衣服 男孩从木梯上伸出手 拿起花盆挂在墙上 象征着从姨姨手中 接过了维护庭院的接力棒和责任 代表了一个百年传统的过去与未来 白色的墙配上传统的蓝色花盆 散开的花朵加上祖孙俩单纯朴实的模样 构成了很美的一幅情景 以前有一次来哥多华玩 我看到印有另一座雕像的明信片 看了一眼就喜欢上了 还喜滋滋的把明信片买回家收藏 我会把三座雕像的位置放在资讯栏里 如果你到西班牙南部的哥多华玩 不妨在老城区走走 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另外两座雕像哦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西班牙探秘之旅 期待你也能来看看这些美丽的花园 亲身体验它们的独特魅力哦 看上去看下了 看下的美丽的华 暗中在房子里面有一些一些民族在房子上的房子里面 和房子里面的房子里面 面前面有一個一間房子里面 繞一間房子里面 就是有一個房子里面 金白 有紅色多יק 放上類的黄色滿 Ifle 放入黄色的黄色 開啟光纳黄色 有些orus用的 75 média usar很多水上的黄色 使用這玄色很斯文 但因為所有拿鋰匙 好嗎 他們就會掉一ico hiç住在黄色的igént Southeast zumindes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